政治局开会 习近平警告党内动摇根基的危险无处在 中共中央于2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国官方没有报告昨天政治局会议细节 外界关注习近平即将前往日本参加世界20国集团峰会 中国面临香港反送中示威 中美贸易战等等问题 猜测中央政治局会议聚焦 并调寻求解决方案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4日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说 中共长期执政下 党内各种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 若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 久而久之必将击中难返 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 报道引述新华社消息 中共中央24日除召开政治局会议外 当天下午还以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为题 举行本届政治局第15次集体学习 根据新华社说 习近平在主持这场集体学习时说 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据习近平又说 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 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 逐渐陷入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 而要牢记传道中流浪更急 人道半山路更陡 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 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官方消息指习近平表示 中共执政已有70年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 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 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由 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 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 据习近平说 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 久而久之必将击中难返 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 小管勇就会沦为大塌方 习近平提到 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敢于与一切弱化党的领导 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 作斗争 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官方消息还指 习近平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领导干部 要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 带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官方消息没有提及 24日中共政治局会议 是否讨论香港反送中示威危机 和中美贸易战问题 下面我们关注另外一条消息 三家中资行是否配合调查 决定权在党 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25日报道 针对美国司法机关向中国三家银行发传票一事 申万红圆证券 周二认为 考虑到三家银行仅处于非常早期的配合调查阶段 以及三家的体量和中美两国当前的微妙关系 直接被美国制裁切断 与美国金融体系联系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该券商并指出 中国法律禁止机构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向境外提供客户信息 三家银行在媒体回应中 均把遵守中国法律放在第一位 可以合理预判的是 三家银行将采取共进退的策略 但是否配合的决策权并不在三家银行本身 《华盛顿邮报》稍早报道称 中国三家大型银行 可能被拒绝进入美国金融体系 此前一名美国法官裁定 这几家银行蔑视法庭 因拒绝遵守有关违反朝鲜制裁调查的传票 路透摘录申万红元的报告要点 一 事件简述 2017年12月 美国司法机关向三家银行发传票 要求提供特定客户交易记录 三家银行基于中国法律和监管规定 拒绝配合 2019年3月到4月 美方以不配合调查为由 判决三家银行藐视法庭 在2019年7月12日 二审结束7个工作日之后 将开始支付每日5万美金罚款 二 是否配合美方调查不是各家银行自己能决定的 中国法律禁止机构在未经许可情况下向境外提供客户信息 三家银行在媒体回应中均把遵守中国法律放在第一位 可以合理预判的是三家银行将采取共进退的策略 但是否配合的决策权并不在三家银行本身 三 每日5万美金的罚款需支付至本届大陪审团任期结束 华盛顿特区大陪审团任期一般为18个月 特殊情况可延期6个月 按最长24个月任期满打满算 每天5万美金 两年3650万美金 约合人民币2.5亿元人民币 占三家银行净利润的0.3%到0.4% 4 注意三家银行收到的传票不同 银行一和银行二收到的是大陪审团传票 银行三收到的是行政传票 在美国司法体系下 检方一般在掌握了一定证据 有较大把握之后才会发行政传票 对于检方没有掌握足够证据 且取证难度较大的 一般会发大陪审团传票 试图通过外部力量或行政诉讼 谋求获取足够证据后 再决定是否起诉 五 三家银行会否被美国制裁 我们预计可能性微乎其微 2012年昆仑银行在美国 被发现违背伊朗制裁的实锤证据后 受到美国制裁 切断了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 关闭了美元结算通道 但考虑到三家银行 仅处于非常早期的配合调查阶段 以及三家的体量和中美两国当前的微妙关系 直接被美国制裁 切断与美国金融体系联系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六 本次事件后 中国银行业在监管和社会层面 承受的负面口碑压力 预计将有所缓解 七 预计这将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 外申慢变量 但对涉及银行的实际影响非常小 长期加外申加慢加无实际影响 意味着对于银行投资价值的判断 可以忽略 紧扣核心基本面大趋势 才是第一要务 另据路透社25日报道说 针对三家中资银行拒绝执行美国法院 有关违反朝鲜制裁调查传票的报道 金融时报周二援引业内资深人士称 目前没有确凿信息表明 中资银行会受到制裁 预计中资银行应也不会失去美元清算资格 市场对此不必过度解读 接下来为您播报下一条消息 70多名解放军高级军官被降职 怎么回事 军方消息人士说 70多名解放军现役和退休的高级军官 因涉嫌行贿防风辉的腐败丑闻而被降职 这些军官包括至少一名上将和两名中将 因与前联合参谋长防风辉的关系而受到惩罚 南华早报根据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方消息人士透露 他们降职的理由是基于防风辉的交代 后者因收受贿赂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名军方消息人士说 其中44人属于北京军区 防风辉从2007至2012年是北京军区司令员 他们被指贿赂换取升职 其他人是防风辉前任下属 当他被提升为联合参谋长时 他们为防风辉提供了贿赂 消息人士补充说 中共中央军委宣布了处罚措施 并且在几天内向高级官员发布了一份降职名单 一位在北京的退休官员表示 受到波及的最高级的官员是北京军区前政委刘福连 军方消息人士称刘将级为师级军官 2016年北京军区被并入解放军内的五大战区之一 该退休军官说 北京军区总医院院长后来担任北京军区联合后勤部副部长的 程吉波少将受到了最严厉的处罚 他被降职为一个营级军官 据退役军官称 70多名被降级的高级军官中 大多数政委或负责后勤的军官 最新的处罚是比较宽松的 他们都没有被判入狱 因为他们被视为防风辉的下属 这位退休军官说防风辉的案子被视为内部丑闻 他说比较宽松的惩罚表明 习近平不想进一步污染解放军的形象 也不想损害士气 据解放军报报道 2012年至2017年期间 超过13000名解放军军官 因与腐败有关的罪行受到惩罚 习近平很快就与川普见面了 见面的底牌是什么 回到之前双方差不多达成最终破局的方案上 那不是等于自我否定 要求美方妥协 似乎川普很难做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常常有内幕消息事实公布的英文版南华早报 周一又放出一个消息 大意是说 习近平在G20会前获得一份振奋人心的报告 显示北京完全有能力应对贸易战的影响 完全不必在这次G20峰会上对美国做出让步 那意思是说不怕会谈失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振奋人心的报告呢 原来这份报告撰写人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奎 李道奎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份报告称 未来15年内 中国的中产阶级将从目前的4亿人增加到8亿人 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支持 因此北京没有理由在这次G20峰会上向美国示弱 报告在展望未来 但是未来15年 这是一个并不短的时间段 不知报告撰写人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情势的现状没有 李道奎表示 预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3% 完全符合官方制定的6%至6.5%的目标 如果这对当局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日前有媒体引用第一财经报道 目前中国至少10个省份公开了前5个月的财政收入数据 其中3D出现负增长 重庆收入约1011亿元同比下降了5.3% 贵州收入约741亿元同比下降了5% 北京收入约2446亿元同比下降了4.4%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5月中旬彭博社采访一批经济学人 他们发出的警告是 如果贸易战深化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显著放缓 债务飙升 外国企业纷纷撤离 美国银行摩根斯丹利和瑞银集团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跌破6% 为30年最低 摩根斯丹利认为 如果贸易战继续恶化 将令中国经济增速2019年下半年跌破 全年目标增长区间6%到6.5%的下端 并于明年跌至5.5% 仅仅十几天前 习近平还在为是否会见川普犯难 中共内部主张习近平应该会晤川普的主要理由 是防止经济遭逢更大损失 因为中国5月进口量下滑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然而要见川普 就会与中方多次宣称的 不会屈服于霸凌 或者施压下进行谈判相悖 会让那个川普看似取得了胜利 清华学者提供的最新报告 恰恰与前述数据展现的悲观情势背道而驰 据此领导人大可不必向美国让步 李道奎还表示 中美贸易纠纷将促使中国更加开放 因此对中方来说 中美贸易战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分析人士指出 这句话就看站在什么立场上解释 客观地说 中美贸易战倒逼中国经济更加开放 的确不是坏事 如果中国能够进行结构性改革 中国就会走上更加开放的道路 但这话的重点 如果旨在强调不怕美国打压 或者用最近官方的时髦说法 不愿打不怕打 是否有点自我壮胆 中国政协主席汪洋 不久前会见台湾新党代表团时 也表述过类似的意思 汪洋讲话大意为 中美贸易战是两国的世纪博弈 虽然躲不过 但要保持战略定理 中国的政治经济耐力比美国强 越博弈 民众凝聚力就更强 他认为 第一 美国出手会让中国官员 乃至整个民族都会受到锻炼 第二 美国的举动会加速中国向创新转变 逼中国创新 下面看另外一条消息 黑客攻击全球电讯商背后疑似中国政府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yberton发布的最新报告称 据信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 已入侵至少十间全球电讯商的网络 窃取用户行踪 短讯和通话记录等 范围覆盖亚洲 欧洲 非洲和中东 有关攻击 仍在继续 总部位于波士顿的Cyberton 由以色列前反间谍人员运营 该公司未提涉事个人姓名或电讯商名称 正值中美经贸及科技角力 美国检方曾指控中国黑客 对西方企业和政府机构发动黑客攻击 美国也担忧一些中国科技公司 帮助政府从事间谍活动 考虑或已将其列入黑名单 不过中国一直否认实施网络攻击 反称自身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黑客活动的受害者 中国有关部门尚未回应 华尔街日报引述Cyberton称 此类活动可追溯至2012年 这场持续多年的行动 瞄准了20位军方官员 持不同证件者 间谍和执法人员 这些人据信都与中国有联系 而报告中跟踪的网络攻击活动 发生在2018年 Cyberton的首席执行长迪夫 周末亲自向另外20多间全球运营商 介绍了这宗网络攻击事件 已受影响公司的反应 是难以置信和愤怒 迪夫表示 他们从未听过这种能跨越不同国家 追踪任何人的大规模间谍能力 Cyberton安全研究主管塞尔佩称 此次网络攻击活动 使用与APT-10有关的程式和技术 包括用来窃取证书和网站后门工具 及一个远程访问工具 网络安全专家认为 APT-10或中国政府支持 据Cyberton说 不排除是非中国行动者实施镜像攻击 令其看起来好像是APT-10进行的攻击 以栽赃嫁祸 但迪夫称伺服器域名和IP地址 均来自中国香港或台湾 所有迹象都指向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 据报道 为美国等多国政府和企业 提供伺服器的公司 是APT-10长期攻击的目标 去年美国司法部起诉两名中国人 涉嫌参与APT-10 依中国国家安全部命令刑事 盗取12国的知识产权 以商业机密 五眼联盟网络间谍分析高级经理李德称 在起诉后 该组织今年活跃度似乎下降 但可能并未消失 下面我们看香港方面的消息 林郑七一前不会露面 G20前怕惹麻烦 香港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危机 目前仍无缓解迹象 连日来部分反送中的抗争人士 小规模出击 前往特区政府职能部门 例如税务局入境处等地 在那里采取不合作行动 以此向林郑月娥政府施加压力 包括民阵在内团体 似乎没有公开发动 针对特区政府部门的这类行动 上述有关行动参加者具有一定的自发色彩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香港社会舆论对民众正常需求 受到一定干扰反应各异 有媒体刊登的照片显示 有愤怒民众和抗议学生对峙 不过也有市民表示理解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政府尊重市民游行集会权利 但是呼吁抗议者表达意见时要理性和平 不要影响需要政府服务的市民 6月25日周二 香港入境处出入口外 出现对此向市民道歉的举牌人士 他们都是年轻人 声称是自发采取道歉行动 他们举的牌子上写有 官逼民反对不住阻道你 阻道大家不好意思 举牌者不时向过往市民鞠躬道歉 香港入境处外举牌的陈先生 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希望一般的市民 能够理解学生的运动 更加理解这场运动 虽然有数百万的市民出来游行 但是部分市民不太了解 学生和示威者的运动 在另一方面 香港警察总部警务处处长 卢伟聪日前表示 将对上星期五白天至星期六凌晨 围攻警察总部的事件跟进 不过他没有说具体如何采取后续行动 卢伟聪本人是反逃犯条例 修法抗议者重点针对的目标 他被认为应对防暴警察612事件中 涉嫌过分使用武力负责 截至目前 特区行政长官等主要官员 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公开露面 原定星期二的每周例行行政会议再度取消 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林郑月娥可能七一前都不会露面 香港电台援引前政务司司长成方安生的话说 现在即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台也于事无补 相反如果他汲取教训改变领导和管制方针 聆听市民心生履行职责 做好香港与内地的良好桥梁 反映市民关注的问题 北京落实一国两制 市民就会原谅他 南华早报说 特区政府原地踏步取消星期二行政会议的原因 是想在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前 避免任何麻烦 然而民政方面 着急的自由香港集会 就定在星期三 6月26日 香港逃犯条例修法引发的危机 及其影响似乎正在扩大 而北京坚决反对香港问题 在大阪G20峰会上讨论 称这是中国内政 针对香港目前这种残局 到底谁有能力出来收拾 尽管有舆论 寄希望宗教界或者法律界出面 力促召集各方参加的圆桌会议 实现沟通与和解 但是也有人认为 这种烂摊子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接下来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 就股市低迷 中共鼓励党员干部炒股 中国触及以上干部 不准买卖股票的规定 已成为历史 中国中纪委网站本周一发文 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将其合法财产 以合法的方式投资于证券市场 是对国家建设的支持 有民众认为 受中美贸易战影响 中国经济下滑 国库不足 政府试图通过公务员炒股 稳定金融市场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虽然中国政府近几年准许 国家公务员炒股 但各部门大都以较为负面的措辞 公布相关消息 但本周一 6月24日官方公开支持公务员 投资证券市场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当天发文称 证券市场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将其合法财产 以合法的方式投资于证券市场 是对国家建设的支持 党员干部可以从事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但是不能违反有关规定 湖北股民周先生说 大部分投资股票的民众目前亏损严重 而买卖股票的人越来越少 政府希望公务员加入股民的行列 现在是不是股市没有资金进去了 那些投资机构全都有问题 股市是不是要崩盘了 所以要那些党员干部把钱送进去 把股市拖住 中纪委的文章周二 被各大经济媒体和评论人解读为 市政府明确鼓励公务员炒股 而领导干部则是奉旨炒股 有网民就此列出一条数据 指全国机关工作人员大约有9000万人 若是平均每人拿出5万元投资A股 那么市场将迎来4万多亿的增量资金 这对于市场来说明显利好啊 贵州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讲师说 在中国股市低迷前景暗淡之际 政府却鼓励公务员去进行投资 其意图显而易见 他嘲讽道这样好啊 有力拉动股市 另外可以把那些灰色的黑色的收入 洗成白色的 好啊 政策非常好 中国政府早前曾明确下达命令 不准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购买股票 当时被认为是政府担心领导干部 利用上班时间炒股 1993年10月 中国国务院规定政府机关 现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准买卖股票 2001年4月 国务院开始有限制的放宽 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买卖股票的禁令 15年后 当局全面开放公务员炒股 近期中国上海和深圳两大正确市场行情不佳 本周一户指在60天平均线下方震荡 创业版跌幅一度超过1% 周二上海综合指数2982点下跌27点 深圳成分股指约9118点下跌94点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条消息 中国生物公司花血本取得外国新药许可 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正积极寻找 可供开发和商业化的临床前阶段候选药物 去年跨境许可交易达164笔 是5年前的两倍多 根据咨询公司ChinaBio的数据 去年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就取得许可达成 164笔跨境交易 是5年前的两倍多 该咨询公司表示 这些交易占中国制药企业138亿美元许可协议支出的大头 中国企业渴望获得新技术 这样他们就能把更先进的药物带到中国人面前 中国政府也支持这种努力 ChinaBio的格雷斯·斯科特表示 随着中国加快新药审批 很多压抑已久的需求正在得到释放 根据数据供应商艾昆伟的数据 去年中国的药物支出总额达到1370亿美元 10年前中国的生物科技行业几乎还不存在 但随着在海外受训的中国科学家回国 该行业迅速壮大 国内风投也提供了支持 根据ChinaBio的数据 去年投资规模达到创新记录的174亿美元 如今这些公司正在积极寻找 可供他们开发和商业化的处于 临床前阶段的候选药物 对于欧美生物科技公司而言 这种合作提供了一条进军中国的关键途径 如果没有这条途径 他们是很难进入这个市场的 尽管多数交易是为了取得 在本国市场销售药品的权利 但一些中国企业也在获取 初期阶段药物的全球授权 寄望于自己能够在美国和欧洲 开展临床实验 并最终取得商业化批准 这些交易为欧美生物科技公司 提供了可用来发现新药的新资金 也让他们有可能利用中国合作伙伴 对本国监管的了解进入中国市场 全球楼市已经出现裂缝 根据经济学家斯莱特和佩恩领导的牛津 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 房地产市场响起了警钟 价格回落可能在整个世界经济蔓延 将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达到10年来的最低 中国的楼市将会首当其冲的下滑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在中国长达10年的地产市场繁荣 使得楼价达到了顶峰的水平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 购买房屋的家庭债务达到6.8万亿美元 个人债务三年来增加了70% 大部分与房屋抵押贷款有关 研究人员表示 虽然全球房屋价值此刻并未下滑 但扩张速度已经大幅放缓 这已为房地产市场敲起了警钟 斯莱特和佩恩写道 此外拥有较高房价估值的地方 在未来几个季度下跌的风险较高 价格回落可能会蔓延到全球其他地区 关税成为中美贸易战的争议焦点 以迫使一些央行接受降低基准借贷成本的想法 以刺激或维持经济扩张 如果金融状况恶化 美联储上周三表示 愿意降低联邦基金利率 目前为2.25%至2.5% 牛津经经济学研究人员指出 主要经济体国家房价和房屋投资同时下滑 将在2020年前 使全球经济增长率降至2.2% 为10年来的最低 若同时引发全球信贷危机 则会降低至2%以下 牛津经经济研究院对全球楼价情况的专用衡量数据显示 房价以下跌了10% 房屋投资减少了8% 2008至2009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爆破 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10年后 全球房地产市场健康状况的担忧持续存在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木子 谢谢您的收看 今天大新闻 今天事件惊人之雨 多人互动 放马交锋 请锁定明镜伙拍YouTube频道 有位时间每晚9点 北京时间每早9点 每天都有新节目 每周都有新嘉宾 今天大新闻 一周七天 每天不放过